第五人格文豪野犬联动以上线多日 玩家可以领取到佣兵的虎尾挂件 使用白虎币能升级成高级挂件 有为玩家忽略了活动规则 浪费400回升升级紫挂 我们都知道 玩家领取佣兵的虎尾是一款蓝挂 需要使用白虎币进行升级 最高可达到稀释品质 其中升级紫挂需要480白虎币 而这480个白虎币是可以从对战中获取 玩家完成一场对战可获得10个白虎币 每日上线100 总上线480个 因此想免费升级成紫挂 需要5天的时间 但有些玩家不看活动规则 联动上线后 急于升级虎尾挂件 直接课金换取白虎币 白白浪费了480回升 当然也有一些大佬不想干场次 选择直接课金升级的 不过白嫖挡最多也就只能升级紫挂 升级金挂就必须课金了 需要花费728回升 相对其他金挂 这款金挂还是便宜了许多 接下来说一下虎尾特效机制 首先是蓝挂 没任何特效 就一个尾巴装饰 其次就是紫挂 尾巴会发光 然后弹射护腕的时候 会有一个流光特效 并且还伴随着老虎的嘶吼叫声 个人感觉有点碾压猫尾了 最后就是金挂 在紫挂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个老虎图案特效 接着蹲下 还会有一个尾巴摆动效果 最后就是一个类似猫尾的 常驻显现老虎小图案 因此个人感觉 升级到紫挂就可以了 没必要继续升级金挂 当然课金大佬除外 那么问题来了 你打算升级金挂吗